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没假是还忘了帮自己擦药 经过一个晚上伤口开始出浓 导致走路不方便 还得挺着大肚子帮自己上药包扎 让他忍不住崩溃大喊好痛 此外他早前花了380元买了一本书 读到快一半才看到第一个重点 之后的内容竟然是不断重新编辑 重复叙述那一个重点 让他难得看书看到生气 不过他强调自己人会看完 因为这本书居然跟自己 亲自写了6万字的第一本书一样价格 感叹直呼文字好廉价 流露出满满气氛有无奈的心情